大家好,这里是梦想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,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讲给你听。 有些人的承诺像云雾那样虚无缥缈,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得无影无踪,有些人的承诺像高山那样顶天立地,天翻地覆都无法使它改变。 赵先鸣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,在京做大官,后因缘是凯掌权,器官回到了故土湖南常德,经营起祖传的一家药铺。 有一天,赵先鸣去一个朋友家赋宴,成教回家时已是深夜,正是隆冬,大雪纷飞,寒风凛冽。 教子在府门口停下,忽见雪地上躺着一人,仔细看了看,是一个老年妇女,叹了叹她的鼻孔,还有丝丝热气。 赵先鸣赶忙叫教夫把老妇人抬回家,又生炭火,又请郎中,一番救治后,老妇人醒了。 老妇人告诉赵先鸣,她是湘西人,儿子叫铁利,是个孝子,见母亲还没出过家门,就趁来常德办事的机会,带母亲出来见见世面。 没想到,这老妇人过去见到的都是大山,眼下忽然间满眼都是街市,满眼都是人流。 她慌了,不经意间,就和儿子走失了,于是就出现了倒在雪地上的纳木情景。 老人说完这些后,没几天中阴风寒入骨,撒手西去。 赵先鸣见老人可怜,又想到民间有死者不宦官的习俗,便给他买了一副尚好的棺木,入殓后,又将棺木送到湘西会馆。 主持会馆事务的是位中年男子,名叫李源,赵先鸣对李源说明了老人的死因,又告诉他老人的儿子叫铁利。 赵先鸣刚刚说出铁利二子,李源的脸色顿时大变,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,嘴里盲说,哎呀,好的好的,一定转告。 这神情引起了赵先鸣的关注,铁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为什么李源会文明色变呢? 两天后的中午,赵先鸣正准备吃午饭,只见门外风风火火走进两个人来,为首的一位个头矮小,体型精瘦,腰里插了两支弯把手枪。 那年头手枪可是英国来的进口货,不仅稀罕,而且价格昂贵,当年就有十亩良田换杆枪的说话。 后面跟着的一位显得有些文气,估计是管家一类的角色。 赵先鸣一见来者,马上明白了李源为什么一听铁利二子变脸色大变的原因,如果没猜错的话,走在前面的就是铁利。 湘西自古出土匪,腰间能别上两把弯把手枪的,一定是土匪头目无疑。 一想到土匪,赵先鸣脑子里马上浮现出杀人放火的场景,顿时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。 果然不出所料,走在前面的正是铁利。 令赵先鸣诧异的是,铁利不仅身材矮小,体型精瘦,竟还是个哑巴。 铁利一见赵先鸣倒头便败,嘴里唧里哗啦地叫个不停,后面的那人便给赵先鸣做起了翻译。 他告诉赵先鸣,铁利感谢赵先鸣在雪地里收留了他母亲,而且还购置了上好的棺木。 赵先鸣赶忙将铁利扶起,此刻正是吃午饭的时候,赵先鸣挽留铁利吃了饭再走。 没想到铁利又唧里哗啦地叫了起来,翻译对赵先鸣说,为感谢舅母之恩,铁利早在常德最大的酒店应月楼订好酒宴,如果赵先鸣不去就是看不起他。 盛情难缺,赵先鸣只好前往。 走进应月楼,赵先鸣大为吃惊,二楼的十余张餐桌已坐满了人,常德俗称湘西门户,来者全都是湘西来常德做生意的商客。 大家一见到赵先鸣,全都攻身失礼。 赵先鸣为官多年,也曾有不少人给他下败过,但如此大的场面,他还是第一次经历。 铁利能一下子邀及这么多的商家,看来他还真不是一般的土匪了。 从来客的闲聊中,赵先鸣对铁利大致有了些了解。 原来,袁世凯掌权后,军阀割据,各地也纷纷拉起武装,自立山头。 铁利家在当地是一大户,加上他从小就爱武枪弄棒,于是也拉起了一支队伍。 后来和其他寨子干了几仗,铁利连战连胜,变成了九乡十八寨的山大王。 这铁利从不骚扰,抢劫平民,深得负尽百姓的拥戴,但在赵先鸣眼里,铁利拉队伍,没受朝廷委派,仍然是土匪,只是比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好些罢了。 酒菜上桌,大家一顿好饮,铁利对赵先鸣机里哗啦嚷了一阵,翻译说,铁利久仰赵先鸣的大名,今日一见,果然名不虚传,因此,他想和赵先鸣结为兄弟,不知赵先鸣意下如何。 一听此言,赵先鸣为难了,他中过进士,做过高官,虽然如今他器官不做,但还是一个清风傲骨之辈,好端端的一个正人君子,怎么能认匪为弟兄呢? 他冠冕堂皇地说了些托词,没想到铁利剑赵先鸣不同意,急了,他把一只腿搁在桌上,卷起裤筒,又滑地抽出一把匕首,用力向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,顿时, 血如泉涌,在座的各个瞠目皆舌。赵先鸣明白了,这是铁利在告诉自己,匕首作证,鲜血为凭,我铁利和你结为弟兄,绝无半点歪心。 人非草木,此情此景,赵先鸣也很受感动,但又想到此事重大,关系到自己的一生清白,因此,他仍然未改初衷,沉吟片刻,站起身来,拂袖而去。 转身离去的时候,赵先鸣浑身都是冷汗,他担心铁利会一刀刺过来,但是没有,铁利只是在背后哇哇乱叫。 赵先鸣也是一个孝子,母亲早亡,是父亲一手拉扯大的。 父亲属虎,今年是他的本命年,赵先鸣想为他操办一场热闹的寿宴,于是就给四方冰棚发了请柬,铁利自然不在其中。 举办寿宴的时候,到了,赵先鸣源在京中为官,自然有许多官场上的朋友,他平日也乐善好施,自然也。 有一些前来感激他的人,而且正姓在本地也是一个望族。 所以,这天正家门前车水马龙,厅堂内高棚满座,甚至连整个常德城都像改换气象一样,河面上新添许多客船,旱道上多了许多马车,街市上又新来了许多轿子,特别是政府所在的那条街上,也异常热闹。 寿宴就设在政府的庭院内,庭院内摆放三十张餐桌,坐无虚席。 正在热闹之时,一个家人慌张地跑了进来,对赵先鸣说,大人,来了,来了,谁来了?谁来了值得这样慌张? 家人的话刚说完,只听得远处鞭炮阵阵,这声音由远至近,阵耳欲聋。 只见一大群人抬着长队进了院门,为首的正是铁力,后面的一群人用两根粗大的木杠抬着一样东西,那两根木杠很奇特,足有两丈多长,上面插满了尖刀。 木杠上抬着的东西用红彩断盖着,看不清是什么,只知道体积不小,足有半间房子大,东西也一定很沉,抬杠的有十多位标形大汉。 铁力要杠夫们把那个东西放在庭院中央,接着,他先是给赵先鸣的父亲三桂九颗,又给赵先鸣身居了一躬,行完这些礼,他命人把那两根木杠竖立起来。 木杠渐渐竖起,指向了蓝天,木杠上的尖刀在阳光下寒光闪闪,紧接着,惊人的一幕出现了。 此刻的杠夫们一个个都脱下了鞋子,光着脚,脚踩刀刃,向木杠上攀爬,他们全都伸手敏捷,毫无聚色。 这其实是湘西的一大绝活,名叫上刀山。 过去,大家只是听说过,今天亲眼得见,一个个看得冷汗直冒,目瞪口呆。 爬在最前面的两个壮汉,嘴里各咬着一根绳子,绳子的另一头系着彩断的两端,彩断下面遮盖的就是那个半间房子大小的东西。 一会儿,两个壮汉爬到了最顶端,突然,铁力向他们打了一个手势,两个壮汉立刻拉动绳子,绳子把彩断揭开。 就在这一刹那,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朝彩断下面的那个东西望了过去,又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阵惊呼呼。 原来,被彩断盖着的是一个大木笼子,笼子里关着两只鲜活的白色老虎,一大一小。 老虎本来就是西汉之物,两只白虎,那可是西汉中的西汉了。 赵先鸣的父亲属虎,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,虎年送虎,实属罕见,一大一小,寓意何在? 大家又朝木杠上的彩断望了过去,只见彩断上书了十个大字,虎老雄封在,虎腹无犬。 赵先鸣心醉了,情动了,他当即辉豪,写了八个大字,兄弟情重,虎贵千斤。 又当着众人燃起香烛,和铁力拜了弟兄。 寿宴办了三天,也正因为给家父祝寿,赵先鸣联想起一件事来,家父年岁已高,身子虽然硬朗,但世上哪有不作骨的神仙。 可棺木还一直没给他准备。做棺最好的木料是南木,自古湘西有三宝,乌金,生漆和南木,特别是湘西的南木,在世界上也堪称一绝,不仅质地优良,有些大南木,一根就能挖出一幅棺木。